苹果手机在国内营造的超磁金面板概念 其实就是纳米微金玻璃 本来它想借此争取两到三年的领先优势 结果仅仅一年就被中国企业打破了技术垄断 华为手机和荣耀Magic 3制真版 都搭载了纳米微金玻璃材料 而且效果都还很不错 那么纳米微金玻璃技术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就来讲清楚这个事情 苹果手机口中的超磁金面板 其实就是手机屏幕的玻璃盖板 它们对于玻璃盖板的追求 可以追溯到iPhone1时代 而且还发生了一件小小的危机事件 那个时候乔布斯还在世 正在为第一代触摸屏手机的梦想而努力 结果iPhone1就给敲到椰子 来了一个深刻的教训 由于彼时的手机大部分都不是触摸屏 所以手机屏幕最上面一层盖板的材质 还比较低级 只是一层透明的塑料 是用来保护屏幕的作用 一般是将塑料盖板硬化和光滑处理 就拿来用了 即使用玻璃也非常粗糙 很容易被划伤或者是破碎 乔老爷子的iPhone1 最开始也是套了一层塑料盖板 后来发现手机放在口袋 很容易被硬币或者钥匙刮花了 这下可急坏了乔老爷子 别人家的手机刮花了没关系 自己的iPhone可是要改变世界的触摸屏手机 如果因为屏幕刮花 甚至刮坏了不能用了 那不成笑话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 乔老爷子愣是没办法解决 心机如焚之下 就有人推荐生产特殊玻璃的康宁公司 说康宁公司曾经生产过一种特殊的钢化玻璃 强度很大 乔老爷子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力排终于给康宁公司的老大威克斯打电话 希望他们可以为iPhone研发一款特殊的玻璃 并且还提出了很多要求 比如他一定要薄到1.3毫米左右 而且还要耐刮 耐摔 便宜等等 最关键的是 还要在6个月内完成这些事情 乔布斯的要求几乎可以用不切实际来形容 所以两人就这么僵持了许久 最终乔老爷子的魅力还是打动了康宁公司 他们决定挑战一把 于是改变未来手机的组合就诞生了 其实乔布斯找到康宁公司是有原因的 康宁公司在玻璃领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他在特殊玻璃制造上还差点成功了 时间回到1952年 康宁公司的一位科学家在研究新玻璃的时候 不小心将温度调高了300度 这原本属于操作失误 按道理来说 这块玻璃应该报废了才对 偏偏奇迹发生了 它不但没坏 还变成了一块强度更高的玻璃 摔都摔不坏 然后这块玻璃就被科学家命名为 飞金玻璃 这飞金玻璃也是特种玻璃中的一种 康宁公司一看 飞金玻璃这么牛 看来可以搞事了 就设立了一个项目 Project Muscle 这个项目就是生产类似的微金玻璃的计划 不过最终这个项目他们没搞成 倒不是产品没搞出来 而是产品做出来了 没人买 他们先是在玻璃的成分中加入了铝 然后再将其进入甲岩中 甲离子拥有更强大的化学键 它在玻璃表面会有一层张力 可以强化玻璃的性能 咱们只要理解 这样生产出来的玻璃韧性更大就行 这块玻璃的厚度有4毫米 它的强度和耐久性都比普通的玻璃要高出10倍左右 其实就是现在的钢化玻璃 研究出钢化玻璃后 看见公司高兴坏了 就想着赶紧推向市场 还幻想着会引起市场的轰动 结果这款产品的市场化却失败了 主要是成本和技术还没过关 那时候 由于钢化玻璃在生产时的温度变化过快 很容易炸开 各项技术还不达标 于是这么危险的项目也就被搁置了 一直到2005年 摩托罗拉发布了Rise V3手机 虽然很惊艳 但是因为成本高 一岁等缺点 没能成为主流 但是特别耐看 汤宁公司一看 这盖板玻璃虽然有缺陷 但要是用我以前搞的钢化玻璃 不就可以解决一岁的问题了吗 于是就重启了该项目 并将项目命名为Gorilla Glass 也就是大猩猩玻璃 一开始在他们的规划里 只是希望借此搞出一点事 并没有太大的梦想 结果乔布斯找上堪宁 还给了他们一个窒息的梦想 一个敢想 一个敢做 两个牛人就这么双界合璧了 2008年时 当乔布斯拿着iPhone1 介绍我有一个超级大的屏幕的时候 上面的玻璃用的就是 康宁大猩猩第一代玻璃 全称铝龟玻璃 那么大猩猩玻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通常来说 普通的玻璃是钠钙玻璃 强度各方面都比较差 而康宁将生产的玻璃块 放在了高温假烟池中 然后玻璃表面的钠离子 就会与更大的钾离子进行交换 玻璃的表面就会有一层张力支撑着 这样玻璃就变得更坚硬 更耐滑 强度相对普通玻璃 提高了5倍以上 乔布斯推出了iPhone1后 取得了成功 手机正式跨入触摸屏时代 此后 康宁大猩猩玻璃在10年间 更新了数代 每一代都成为各个手机厂商 追捧的对象 很多品牌的旗舰手机 都会以拥有最新的大猩猩玻璃为荣 中国手机品牌 虽然也分到了一杯羹 但是先发优势 一直被以苹果为首的 国外品牌占据着 最新的大猩猩玻璃 通常都是苹果和三星显用 中国手机品牌 一般只能作为追随者 等产能扩充了之后 才会轮到我们 苹果和三星 就这样吃到了一波又一波的红利 最典心的例子就是 iPhone4的玻璃后盖 以及三星曲面屏用的玻璃 都是与康宁大猩猩合作开发的 不过就算是占到了 这么多的先发优势 苹果和三星也不满足 当康宁大猩猩玻璃 在高端玻璃盖板上就是如此 2020年时 苹果公司发布了iPhone12系列手机 这个系列的手机 采用的是超磁机面板 手感和质感得到了提升 苹果对这个材质非常看好 不仅在发布会上 安排在第一顺位来介绍这个材质 介绍的篇幅也胜过其他功能 对于创新文明的苹果公司来说 单独介绍一种材质 已经是打破了它穿透的宣扬方式 它的目的其实也很明显 就是再次占领品牌战略的高点 而这个超磁机面板 就是由康宁公司提供的 按照历史的伟计来说 这个好东西 大概率不会是中国品牌商能拥有的 在未来的两到三年里 苹果都将霸占这个新材料 那么苹果能如愿吗 恐怕要让它失望了 时间仅仅过去一年 中国连续完成了高铝硅干化玻璃 以及透明纳米微金玻璃等技术攻关 甚至成功量产 并且在华为与荣耀Majig 3 制真版手机上 都实现了量产专配 8月12日 荣耀发布了全新旗舰手机 荣耀Majig 3系列手机 很多人都将目光放在了 高通骁龙888PLUS上 都在讨论荣耀手机的通信 摄影优势 结合高通性能芯片 能擦出什么火花 但是我却注意到了 另外一个不太起眼的配置 荣耀Majig 3制真版 竟然搭配了超取纳米微金玻璃 这里的纳米微金玻璃 其实就是苹果营造的 超磁机面板概念 看到这边 大家可能被各种玻璃弄懵了 这边简单科普一下 这几种玻璃的概念 普通玻璃内部的原子排列 是不规则的 如果把玻璃弄碎了 你会看到 玻璃里面其实是一粒一粒的金粒 长得粗大且不规则 而且金粒之间结合非常不紧密 这些金粒的存在导致玻璃很厚 还很容易碎 铝龟钢化玻璃其实也是玻璃 内部原子结构没变 还是无规则的状态 不过它通过工艺将它做薄了 然后再将表面进行处理 让它的强度比普通玻璃更高一点 微金玻璃又叫陶瓷玻璃 它就是在玻璃内部引入金属氧化物 然后玻璃内部会生长出 一颗颗像水晶一样有规则的东西 就像陶瓷的内部结构一样更加稳定 这样不仅有陶瓷的硬度 韧性和强度等优点 也有玻璃的偷光性能 所以被称作陶瓷玻璃 纳米微金玻璃 就是微金玻璃的升级板 是指玻璃内生长出来的 金体结构大小只有纳米级别 这样玻璃盖板就可以做得更薄了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苹果一直很擅长营造概念 我们并不懂它的真正工艺 但是荣耀Magic 3 制针板上的超纳米微金玻璃 却有详细的介绍 我们就以荣耀为例 它的工艺并不算太复杂 但是难度极高 先是通过1600度的超高温熔炼 得到的内部金体尺寸 只有几十纳米大小 这些金体出奇的一致 而且是有规则的排列 粉垫的结构也就意味着 强度高出很多 相应的也更看滑 看冲击 这就是自己 拥有高技术产品的先发优势 整个品牌的品质 都会得到提升 进而提升整个手机的价值 所以啊 荣耀手机将它称作 秩序美学设计 那么问题来了 微金金体这么先进的技术 中国是如何攻克的 其实答案就藏在 康宁发家的秘密上 研发以及合作 中国工业种类很齐全 只是有些门类技术 还处于激烈阶段 微金玻璃的技术就是如此 早在2005年 国内能生产微金玻璃的厂家 就已经不少了 当时的微金玻璃 大部分都只用在电磁炉 微波炉等家电上 而且技术相对落后 高端的微金玻璃 长期被国外垄断 后来经过国家的标准制定 技术公关扶持 中国的一批企业就成长了起来 这些成长起来的公司 都有一个特点 在技术与资金上 得到了市场的支持 技术其实还只是一方面 更关键的是 要得到市场的支持 在以往 中国企业就算研发出了 新技术和新产品 也会遇到没人用的情况 大家宁愿贵一点也要用 但现在不同了 谁都知道 过度依赖国外有风险 所以很多企业都迫不及待的 想要用国产替代 就算价格更高都要用 如果技术不成熟 企业还会帮助工厂去成长 这对产业链的发展十分有利 中国的纳米微金玻璃技术 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虽然它的技术还未达到领先 而且成本相对较高 只能搭载在 荣耀Magic 3制征版上 但是只要中国手机有在用 愿意支持中国供应链 中国的微金玻璃技术 就可以快速地发展起来 等到技术成熟了 就可以繁补国产手机品牌 整个供应链 就能得到良性的发展 这其实走的就是 康宁公司的研发家企业合作路线 而且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相信 只要这么坚持地走下去 中国手机产业链 也会越来越完善 未来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 中国手机技术走出国门 从做大一直到做强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